法国尽管加强安检措施严密防恐 但是袭击案件还是接连上演 再有恐怖分子打着宗教的旗帜展开血腥杀戮 这次遭殃的是神圣的天主教教堂 两名男子星期二持刀闯入教堂挟持五名人质 还残忍杀害了一名老神父 刀匪被警方击毙前曾经高喊真主伟大 法国警方随后确认其中一人是警方严密监督的 伊斯兰神全国拥戴着因此证实了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警方也迅速逮捕了另外一名怀疑事案的男子调查 法国教堂睡案当地时间早上十点 发生在北部的诺曼地 两名刀匪闯入一座正在举行弥赛仪式的天主教堂后 挟持五名人质 赶赴现场的警方与刀匪对峙将近一个小时后 击毙了两人 但人质之一的神父已惨遭割喉身亡 一名教徒深受重伤 伊斯兰神全国组织宣称干案 法国警方马不停蹄扩大搜捕行动 并在教堂附近的社区逮捕了一名男子 怀疑他和其中一名贤兄有联系 发生惨案的教堂在星期三重新开放 不过仍有大批警力在教堂范围巡逻 严加防范 法国检控方证实其中一名刀匪是19岁的克尔米奇 他在去年曾企图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神全国 但在土耳其被捕入狱 今年三月才获准保释软禁家中 并必须佩戴电子脚铐 每天只获准外出几个小时 一直都是警方严密监控的对象 没想到还是防不胜防 惨遭杀害的是85岁的哈姆尔神父 目击案发经过的修女指出 神父是因为拒绝按照刀匪的指示下跪 才会惨遭割喉 事发后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表达了痛苦和震惊 而范蒂冈教廷谴责袭击者在神圣的教堂犯下野蛮杀戮暴行 罪灭深重